一个男人和一个男人一手拿水口啊 一手拿钢子 中清水时的庄水跟着在那里 后面还有很多团团在在摆队 有台湾的朋友说去日本七头 刚才台湾的老团人这个流行团 大家拿钢子卡在地位买得水 然后说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摆队 外国有客已经跟他说 没有你们关心向前 他又跟他说大家都会在那里 是你们自己没有在那里 让他感觉实在有够建设 也有其他朋友说 就这样已经拿钢子够空够空 大家出去到国外 真的不能这么建设 其实这样的不算是违法的一个行为 可是呢就是因为京都这个地方 它的观光人数实在是太多 那它就会影响到后面的一个旅客 只要不要过于夸张 拿大桶或者是大量的水去装 水瓶去装的话 这个问题应该都不大 只要不要影响到后面旅客 基本上都还是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清水是这个三道杂水 分别代表健康 阴延跟客压 香港是日本十大名水 虽然说在地日本人也会去装水 也不过都是炭较没人时才会去装 当然还有流团说不可以这么消贪 三道杂水都喝到 这样你下官就都没效 像是台湾人很习惯在餐厅里面去拍餐厅里面的装潢 或是在里面自拍等等 但其实日本人非常的注重隐私 那店家也会顾虑到说 这样子拍会不会拍到其他的客人 所以常常如果说在店家里面拍照 如果没有经过店家里面许话 有时候会是会遭到阻止的 出国总是想买习惯 也不过如有赞和提醒说 日本人很注定温宿 不可以称菜对过路人惯惯 也是罗云 对餐厅吃饭也都有上个消费 绝对不充在在餐厅跟别人公家吃一份 这个电车也不充在车厢里面大声说话 出国七头不是自己七头而已 都是代表国家的形象和追准 民視新闻总和部都